朋友们好久没吃杂串了 以前好像记得就搞过一次 就是那个蘸鞋底都好吃的那个蘸料啊 就搞过那一回 烧烤呢做的比较多 这个杂串确实没做多少次 这上次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那个杂串面糊的教程 号称是裹了那个面糊之后呢 炸出来不管那个东西凉了还是没凉 反正吃起来都是嘎嘣脆的 那OK 咱们今天呢就来搞上一顿 今天买的东西就不是很多 稍微的买了一点点 鱿鱼串 五花肉 香肠 鸡蒸 杂串必不可少的香蕉 土豆 瓶菇 金针菇 花菜 还有一个小白菜 东西不多啊 等我搞完之后呢 就让兄弟朋友们一起过来小聚一下 nice 首先先把这个蔬菜呢 咱们切一下 然后给它穿起来 好了全部穿完了 总共穿出来了这么多啊 这原材料呢我只花了十来块钱 如果说你要去那种杂串店里买的话呢 这些东西没有个五六十肯定是下不来的 那下一步呢就直接开始制作了 我们要做两个东西 一个是面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蘸鞋底都好吃的那个蘸酱 倒上油 通电先给它热着啊 然后呢首先我们先来搞那个面糊 碗里先倒入高筋面粉 大概500克左右啊 小苏打一点点 泡打粉一点点 然后倒入700克的水 搅拌一下 好 炸上面糊就做完了 等会炸之前呢就先裹这个东西 然后再准备一个碗 碗里倒入辣椒粉 紫然粉 白胡椒粉 盐一丢丢 白糖 白芝麻 再把那里的热油浇起来啊 搅拌均匀 OK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做过的 蘸鞋底都好吃的蘸料 这确实是好吃 好 全部准备就绪啊 咱们可以开始炸了 现在炸一波蔬菜啊 裹上这个面糊 全部给它刷满啊 来 朋友们 接下来呢就是超级解压的时候到了 这个锅老是会跳炸 你看温度不是特别的高 这锅确实不行 每次拿来炸东西都炸不了 我去换了这玩意儿就是不一样啊 温度立马就增高了 而且最主要是这里面的油啊 我就只炸过一次香脆胶 就再也没用过了 所以说这就赶紧利用上了 要不然这油炸确实有点贵感觉 还是一样啊 先炸这个金针菇 来 哎 你看看 这才叫炸串 知道吧 其他的这边也是一样刷到面糊 然后直接炸就行了 完了 忘记看火了 这都粘一块了都 不过确实能感受到 它确实是脆 哇 这真的是脆啊 炸的时候超级治愈 炸土豆了啊 哇 你看看 这橙色 来 青菜了啊 这个青菜不用裹 好 苹菇来喽 香肠来喽 五花肉来喽 鱿鱼区来喽 鸡汤来喽 啊哈哈哈哈 鸡汤来喽 来吧 全部炸完了 这个香蕉是裹了那个面糊的 之前我是没裹过啊 这个看起来只有十一 平菇 那个平菇感觉做失败了 主要那个糊 它会掉 对 挂不上 我感觉可以尝尝什么 就是这个 莲藕 莲藕 对 这个失败了 这个觉得失败了 哪个平菇是吗 没有都没有 又是七块九的配方 不是 这个就随便搞着完的 这个肯定好吃 白菜是吧 我知道你喜欢吃白菜 我就给你搞了一点 你尝尝这个 土豆 这个可以 莲藕可以 这个土豆 白菜可以吧 嗯 嗯 这土豆好吃啊 又酥 它白菜流油 我觉得吃完这白菜 起码要鸡卷籽 土豆好吃 裹了面糊之后 入口下去就是很酥的那种味道 有薯条吗 有薯条的味道 这个是花菜 这薯条怎么这么脆 脆哈 花菜 咋了 没熟啊 不是没熟 没味道 可能是料裹的比较少了一点 这个香 为什么这么脆 就炸串 它外面要裹那个面糊 知道吧 因为裹完面糊再去炸 它就是很脆的 尝尝这肉啊 中间这是肉 鱿串什么的 这是老胡的最爱啊 来嘛 哎呀 哎呀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胡那么喜欢吃香肠 腌制品是吧 随便加了一下多好吃 你看这藕啊 来 干一个 就好久没有吃炸串了 今天想了弄一回 这间炸的那种 都是不带面糊的 我上次看到一个搞面糊的那种 所以搞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确实 就没你上次找到 那上次料足啊 料是真的需要 鞋底刷鞋底的 这就是那个料 可能粉丝给的不多 你知道吧 香蕉灵魂了 酥吧 是外面买的那种感觉吧 来飞个尝尝 一人一汁啊 其实香蕉只要把面糊砸脆就行了 里面它就是可以直接吃的 你看看 这个好吃 一点都 一点都打得比不了 油腻你知道吗 炸香蕉真的好吃 头一次吃 你头一次吃 我只在视频里面看他别人炸香蕉 超胃吗 这是炸味的 不炸味啊 这真好吃 我没裹任何的料 我觉得好吃 因为我以前小周 对 我们小周经常吃这个 真好吃 两块钱一块钱一块 这个你痛苦面具啊 好吃 不好吃吗 不是不好吃 他吃不惯可能是 飞哥吃不惯 那算了 那你别吃了 吃一点就够了 一嘴油 一嘴油 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一个 25 怎么样 可以 现在凉了 但是它酥皮还是脆的 超级脆 这里面 这酱条的可以 就是之前那个 蘸鞋底都好吃的 就这酱好吃 好 朋友们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其实我觉得就裹了这个东西之后 吃的感觉还可以 但是可能是我们那个炸蒜料 可能很久没调了 早就吃起来味道并不特别的足 所以如果各位想学的话 你就自己看着做 那个面糊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料的话 你自己多加一点就可以了 味道其实蛮好的 多加点什么 就多加点那个辣椒粉之类的 我那个粉子给少了 知道吗 所以你俩吃的美味 口味太重了 你们两个 现在我们两个口味重了 他还不说我 OK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帮助视频点赞 支持一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